太阳花学运第19天 学生和府方没有共识 僵局无法化解 近来传出有家长团体血线登报 要孩子赶快回家 甚至传出总统府透过美方施压 要在野党转变对学运态度 不过一场内的学生说 希望父母们多听听他们真正的声音 他们会继续坚守下去 太阳花学运进入第19天 媒体奉向聚焦学生何时退场 加上日前传出总统府 透过美方施压在野党 希望改变支持学生态度 更让外界感到风雨欲来 我觉得如果现在这个时间 拉近美国这个因素 其实就是一个完全 就是在模糊交流的事情 因为福茂这一体 本来现在就是中国跟台湾 这两个国家目前的问题 当学生再次用和平 提出理性富裕的时候 却看到马英九总统 马政府动用所有的资源 文公武赫就是要铺杀学运 铺杀太阳花学生运动 传言警方即将驱离议场内学生 民进党深夜召开记者会 要政府克制并否认遭美方施压 而中华复联会主委 顾炎卓云已发表公开信 柔幸呼吁学生放下对抗回家 不要让母亲焦虑担心 我觉得如果就是真的想要知道 我们知道在做什么话 就是可以请家长 就是听听我们的声音 已经守了19个日晚 同学们说还会坚持下去 直到政府给出正面回应 新唐人爱电视如天长湖 宗汉淋鱼 台湾台北报道